不管多有钱 老天不会放过的 往往是以下几种人 一 卷手语 俗话说 万事皆有因 万般皆有果 很多人总是在抱怨 觉得老天不公 其实世间的种种 皆由人自身的行为造就 怨不得别人 生活中 有太多的人 为了金钱利益 而不断奔波算计 费尽心思 以为金钱 会是自己最大的护身符 岂知道 当恶果到来的时候 不管做什么 都无能为力 一个人的人生 是由自己决定的 不管多有钱 老天不会放过的 往往是以下几种人 二 心态不好 经常活在情绪之中 哈代在德伯家的台思中指出 人生里有价值的事 并不是人生的美丽 却是人生的酸苦 生活的起起伏符本是平常 若是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积极地对抗负面情绪 生活也会陷入一片灰暗之中 我认识的一位家长 他离异带着女儿一起生活 因为婚姻的失败 给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不管别人和他聊什么 他都能够联想到自己身上 总以为别人在暗讽他 每次回到家里 他都会忍不住发脾气 等气消了 又不自觉地开始流眼泪 抱怨自己命苦 看到女儿考试成绩不理想 他也会濒临崩溃 仿佛失去了唯一的希望 身边的人也会经常安慰他 开导他 让他摆正心态 不要太过悲观 只可惜收效甚微 女儿去外地上大学之后 也很少回来看他 还未到中年的他 思维迟钝 固执己见 不愿变通 已经肉眼可见地苍老下去 心态不好的人 总是只看到自己的不幸 沉溺在悲伤和痛苦之中 哪怕一步之外 就是阳光 他也不愿意努力走出来 如果 自己都不愿意积极地和生活抗争 又如何期待得到生活的眷顾呢 三 长期忽略身体 消耗自己的健康 健康 是获得一切财富地位的基础 没有了健康 所有的一切 都不再有意义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新闻 一个公司的职员 为了做出成绩 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吃饭也不按时 困了就在公司的沙发上 眯一会儿 他的拼命劲 也为他争来了很多的成绩和荣誉 为了竞争一个晋升名额 他更加没日没夜的工作 最后在办公室里突然休克 同事发现后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留下一个破碎的家 和伤心欲绝的家人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 获得更多的利益 很多人总是费寝忘食 不顾个人的身体健康 当自己失去了健康 整日与疾病纠缠 才会明白 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有的人 醒悟过来的时候 尚有弥补的余地 而有的人 就是再多的后悔 也无法换回自己的健康 不管生活多忙 日子多艰难 永远都要记得关爱自己 守住自己的健康 因为 你的健康 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昂贵的奢侈品 一旦弄丢了 再多的钱 也是换不回来的 四 喜欢算计别人 人品不好的人 人生在世 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 最终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子 若是 坏事做尽 处处算计 最终也一定会算计到自己的身上 心藏算计的人 总以为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 用各种小伎俩 为自己获取利益 在他的世界里 没有朋友 只有利益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算计身边的任何人 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他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没有丝毫的真诚可言 他获得了利益 最后却失去了人心 身边的人看清楚 他的人品之后 也会逐渐选择远离 不再与他来往 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 就算低声下气的向别人求助 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可怜 这一切 不过都是他的算计种下的因 如今 才会有这样凄凉的结果 人生中 有很多比追求金钱利益 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情 拥有乐观的心态 才能够感受生活的美好 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 不辜负这世间的美好 人生路上 过好自己的日子 好好活着 抚养自己的最佳方式 翻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需要抚养自己 道理很简单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确实需要深度思考 说文有言 翻 宽也 人生越来越宽大 说明财路宽 心胸宽 海阔天空 其根本就是用好一个翻字 显然 一个人要抚养自己 做好翻的文章 就够了 一 翻书 养智慧 闲来无事 翻书看看 能够让你学到什么 也许当时没有什么感悟 当时开卷有意的说法 不容忽视 汉县帝时期 有一个叫董裕的小伙子 靠打柴为生 常常捡稻碎维持温饱 任何时候 他都拿着儒家的书 忙里偷闲读几页 哥哥笑话他 太迂腐了 他却不以为然 继续读书 终于成为了学者 因为家里穷 交不起学费 因此没有老师愿意教他 他给自己勇气 必当先读百遍 时间上 他非常肯定地说 东者遂之渝 夜者日之渝 阴语者识之渝也 三余读书的典故告诉我们 谁都有时间读书 都能学有所成 只是我们翻书的频率太低了 口口声声说 要抚养自己 但是找不到方法 也没有丰富的头脑 就变成了夸夸其谈 多读书 在任何时代都不会错 并且你认知多了 随时可以抓住机遇 改变命运 朝着富贵出发 二 翻脸 养情义 从字面上看 翻脸是一个贬义词 可以让我们想到一张难看的脸 其实 人这一生 会遇到很多的人 不可能把所有的人 都请到生命里来 做社交的减法 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 也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真心对你好 哪怕是翻脸了 仍旧可以继续交往 经过翻脸 会进一步认识彼此 从而形成更好的协作 西游记里 孙悟空遇到几个妖怪 还装扮成可怜巴巴的老实人 他毫不犹豫 就打败了妖怪 但是唐僧认为 是滥杀无辜 把孙悟空赶走了 师徒翻脸了 孙悟空很没有面子 回到了花果山 但是他时刻 都想着唐僧的安慰 之后 唐僧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孙悟空更加信任了 那些一直讨好别人的人 迷失了自己 还说阿谀奉承的话 把别人也带歪了 脸色好看 反而是害处 该翻脸就翻脸 身边的人不多 但是情意更好了 这就是少而精的智慧 三 翻身 养运气 我们经常鼓励别人 别怕 打个翻身仗就好了 可见一般 翻身的事情 不仅是身体在运动 还是人生在朝前面走 是勇敢地接纳明天 应对一切 从动弹不得 到翻身自如 说明一个人的运气越来越好 路可以走得非常平稳 翻身 还可以理解为 东方不亮 西方亮 朝着东边走 错了 那就调整过来 往西方走 避免南辕北辙的错误 越王勾剑 和吴王大战几个回合 一败涂地 他不得不带着范黎 去吴国做奴隶 经过多番努力 吴王把勾剑放回了家 卧薪尝胆多年 勾剑抓住吴王去北方征战的机会 一举消灭了吴国 留下了三千月甲可吞吴的传奇 如果说越王运气好 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他努力翻身的行为 很长时间 他都抬不起头来 身体是拱起的 但是他没有气馁 而是重新站起来了 冬天时 一株月季 奄奄一息了 但是到了春天 又开满了花朵 小船被风吹翻了 但是经过努力 又翻过来了 继续航行 骨子熟了 弯下腰 但是来年春天 骨子变成了种子 又挺直了身体 好运气 不过是反复折腾时 抓住了机遇 使人在低骨时 还有上坡的勇气 有了运气 人生就顺风顺水了 不怕不负 四 翻心 养隔局 俗话说 人生如棋局局心 又说 旧的不去心的不来 富养自己 不是让自己 有足够的财富 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也不是停留在某个地方 坐等变老 人要一直推陈出心 迎接明天的新的太阳 活在当下 又能展望未来 这就是格局 因此 翻心自己 能够走得更远 春秋时的燕子 有一段时间 被齐王艳恨和排挤 他主动退隐 到海边种地 新的生活 让他更加自由 周公辅佐 周成王时 被大臣们认为 这是权力过大的体现 可能会越阻带袍 他果断决定 放弃摄政的权力 引退到乡野 燕子 周公 退隐之后 都被重新启用了 这是以退为进的大格局 遇成大事 就不拘小节 你若是执迷某一天 就会弄丢明天 无法融入新时代 翻心自己 每一天都是新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 遭遇了什么 还是弄丢了什么 都没有关系 毕竟明天还有希望 好戏在后头 五 你今天的投资 决定了明天的状态 你灵魂的高度 决定了人生能走多远 因而 我们在过富足的生活的同时 记住灵清玄的一句话 人生不过就是这样 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 更具有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有一个商人 因为生意出了岔子 急得团团转 他找到禅师 讨要解脱的方法 禅师请他喝了三杯茶 冷水泡茶 温水泡茶 废水泡茶 禅师问 哪一杯茶有香味 商人说 废水茶 禅师笑了 水开了 茶叶沉沉浮浮浮啊 商人顿时就坦然了 又想富养自己 又想一动不动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富养 是生命的运动 是翻来覆去的功夫 门开双口 夫妻分手 什么是门开双口 有啥说法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能听到一些土话 以及俗语 虽然听起来不像是那么有文化的样子 但实则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经验 这都是老一辈人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 如果我们能经常听一听这些俗语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获得更多便利 我们都知道 走进一个家里面最先看到的 就是一个房子的大门 在这里不仅是来往宾客的必经之地 也是家里各种气体流进流出的地方 当然是最重要的 家里的大门 象征着一个家族的脸面和地位 因此自古以来 无论哪家哪户 对于自家大门是非常重视的 而中国的建筑模式就有很多种 家庭布局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民间流传这一句话叫做门开双口 夫妻不睦 今天我们学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了解古代建筑的朋友们 想必都了解古代房子的布局 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 古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自己所处地区的自然环境 以及天气变化 会设计出更适合居住 同样也能融入自然风景的建筑 除此之外 古人讲究房屋要对称 这样的整体布局 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也能很好地划分院子 可即使这样 在古代的建筑当中 没有两扇门是会互相对着的 这是因为古代人相信在天地之间 一定有很多气运在流转 这里面就包括了好的气和坏的气 好的气自然能够帮助人们修身养性 在未来达到更高的境界 也能让自己的家族更加兴旺发达 而坏的气就不一样了 轻则影响家里人的运势 重则影响家里人的平安和健康 由此可见 气运对于整个家族来说 有多么重要 而大门就是气运流转的地方 如果把两个门相对着建造的话 就会使两边的气相冲 而大门建得好的话 气体流进了屋内 可以让整个内屋的氛围 都变得更加融洽起来 除了不能两扇门相对着建之外 在同一个墙上 也不能同时装两道门 这和人们常说的一扇 不容二虎是一个道理 人们觉得在一面墙上 同时建两个门 从远处看去像是墙 再哭泣 看起来就非常不吉利 这样的构造 说不定会影响家里面夫妻关系 会给家里带来口舌之争 另外 门开两个口 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两个出口 那么就代表着两个方向 而我们知道 夫妻在日常生活当中 避免不了吵架 而吵架的多数原因 都是因为意见相左 如果谁也不理谁 都往不同的方向走的话 那永远都不会和好 所以人们在修门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毕竟谁都不喜欢 自己的婚姻破裂 毕竟现在社会压力 越来越大了 如果能在感情上面 得到慰藉 自然也是好事一桩 虽然老一辈觉得 如果房子建得不好的话 会影响夫妻感情 但我们还是要明白 真正的感情 是需要通过两个人来维系的 只要相互尊重 相互愿意退上一步 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卡 当一个男人变心时 会出现这些迹象 别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就像只毛衣 建立的时候要一针一线 拆除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 在感情里 爱不是突然消失的 往往有一个过程 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开始萌芽 直到已经消失了 你才恍然大悟 一个男人在感情里变心了 其实是有着迹象可循的 谁都想遇到的那个人 就是命中注定对的人 能够相守一辈子 能够真心相爱一辈子 却没有想到 是等贤儒变故人心 却倒故人心一变 人心善变 当一个人男人变心时 会出现这些迹象 别不知道 一 拒绝你走进他的生活 一个男人抗拒你走进他的生活 要么就是压根没有打算 跟你有长久的关系 他对未来的规划里 没有你 到了一定时期 他就会跟你提出分手了 你跟他在一个很久了 他还是没有要把你介绍 给他的家人和朋友认识 他还是不会把你带进他的圈子里 而是每次跟你在一起 就是在你家 或是在外面吃饭 看电影 你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总是以好听的理由来推卸 总是给你画大饼 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他跟你在一起 就是图你听话 图你能够照顾他 而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会无情地离开 变心也就是早已打算好的 而找对了时间 就提出来了 你才会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所有的莫名其妙不过 都是蓄谋已久的别有用心 北哲南园中的理想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未来雷根本就没有冯夕 而他跟冯夕在一起十年 等到冯夕把他照顾好了之后 等他可以出国的时候 他一出去 就跟冯夕分手了 男人不爱你 才会对你变心 根本不爱你 才不想承担责任 主动跟你分手 在分手之前 不过是没有找到下家 而拿你应生离之急 因为在他心里 你就是对他的生活有作用 例如可以做饭给他吃 可以伺候住他 所以他才觉得将就住 然而其实他早已变心 不过一直还没提出来 是因为时机末成熟 一旦时机成熟 就像理想那样 绝情地抛开了冯夕 二 对你谎话连篇 遮遮掩掩 一个男人变心之前 是可以通过言行中察觉的 之前看一部电影中 一个男人出轨了 他在婚外遇到了心动的人 然后便爱上了 因为他是在车站中 那个女人偶遇的 所以每天都在那里等住他 就是想要再现到他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而男人是有家庭的人 自从他在外面有人了之后 回到家里 开始对妻子说谎 谎称自己加班 或是有应酬 或是约朋友喝酒 或是因为路上遇到什么事情 而回家晚晚了 然后男人每次出门 都开始打扮自己了 精心挑选衣服 还梳发型 非常反常 一个男人跟你生活在一起之后 你会从他的言行之中 看出他是否变心了 一个男人突然之间转变很大 说说吞吞吐吐 连接听电话都很隐蔽 其实是他变心了 外面有人 才会如此对你 女人是最敏感的 爱不爱的心里都知道 懦弱的人 自欺欺人 以为还能够争取 其实吧 女人充实自己就好 不管是钱包还是内心 爱得轰轰烈烈 好像更适合年轻人 一旦走入家庭 经历了爱与不爱 伤与不伤 痛与不痛 更多的是 即使心有不甘 仍然能平心静气地说白白 三 对你疏远 使用冷暴力 当一个男人开始疏远你 对你从身体到语言上 使用了冷暴力 其实就是不爱你了 爱你的人 永远都会主动靠近你 不爱你的人 才会对你疏远 一旦他对联系越来越少了 亲密度也渐渐消失 其实是变心的前奏 女人相信自己的直觉 又喜欢自欺欺人 明明感觉不到对方 对自己那般温暖了 却还是愿意相信谎言 相信他是在忙工作 才这样子 电影《无问西东》 中国的许伯长和刘淑芬 是青梅竹马 许伯长立志读书 刘淑芬便全心全意挣钱 供他读书 而他也感恩他的付出 想助娶他 照顾他一生 然而 许伯长取得成就之后 成为了高级知识分子 就移情别恋了 刘淑芬知道他移情别恋之后 拿住刀闹到了学校 许伯长不得不娶他了 之后 两个人婚后并不幸福 男人其实不是心甘情愿要娶他的 所以一直对他使用冷暴力 虽然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共处一室 但是还是保持距离 他也从不碰他 不跟他一起吃饭 不跟他一起睡觉 刘淑芬一直忍住 以为自己再付出多一点 就能够感动他 他就会对自己好了 却还是换不回来 刘淑芬终于忍不住了 便质问许伯长 当初是你说 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而许伯长的回答却是 当初 当初 人就不能变吗 因为许伯长的变心和冷漠 妻子跳井自杀了 他也因此内疚一生 这种结局 归根到底就是许伯长变心了 不爱了 因为不爱 所以疏远 因为不爱 才会冷漠 幸福的婚姻里 爱一定是双向的 你为我洗手做羹汤 我为你撑起一片片 感情就像惩罚 只要一方为灵 结果都会为灵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礼 这才是真正之心爱人 父亲节 真正无依无靠的人是父亲一 又逢一年父亲节 不管多忙 记得问候父亲 张爱玲在半生园里写道 中年以后的男人 时常会觉得孤独 因为他一睁开眼睛 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其实中年男人 还有另一种身份 那就是父亲 都说 男儿有泪不清痰 男人膝下有黄金 作为男人 哪怕是活成了 负债累累的样子 也不能跪住求人 连哭泣 也不能 真的扛不住了 那就躲在没有人的地方 一个人哭一回 哭过了 自己擦干眼泪 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回家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 活得有多么烦恼 都要挤出笑容 回家吃饭 有时候 男人会默默无闻地坐在餐桌旁边 一个人喝酒 一个人抽烟 这时候 男人真的很累了 只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但是他却强迫自己保持理智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父爱 总是沉默的 沉默到谁都感受不到 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父亲的无助 总是被我们忽视掉了 还以为父亲真的是 无所不能的 二 父亲的伟大 往往是泪水养大的 有一种泪水在脸上 有一种泪水在心里 脸上的泪水 我们都能看到 心里的泪水 只能自己去感受 那是三十年前的冬天 家乡下了一场大雪 山里的路 被大雪掩盖了 大雪封山之前 父亲去了外乡做木工活 有一个远房清 漆盖新房子 请父亲去做门窗 眼看 要过年了 大雪还没有融化 母亲很着急 都要过年了 她还不回来 家里买年货的钱都没有 怎么办呢 家乡有句俗语 叫花子也要好好过年 谁都想好好过年啊 那时候 我家很穷 但是过年的时候 总是要买新衣服 要给压岁钱 亲戚朋友来了 要吃一顿像模像样的饭 就在母亲焦虑不安的时候 发现屋后的山路上 有一个身影 等身影走近了 才发现 那是父亲挑住工具箱回来了 雪水浸湿了父亲的裤脚和鞋子 父亲的衣服上有很多雪花 眉毛上结冰了 基石里山路 真的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过来的 母亲到厨房熬姜汤 给父亲去喊 父亲说 待会找一点纱布 帮我把手掌包一下 此时 我们才发现 父亲的手被什么东西划破了 手掌上都是淤血 母亲用温水帮父亲亲洗伤口 父亲没有吭声 但是我分明看到了 父亲眼里的泪 也许是伤口太痛了 也许是一路走来太苦了 父亲眼里的泪 只是一瞬间就没有了 我忽然明白 父亲不能在儿女面前流泪 不管生活有多难 他都要坚强起来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父亲倒下去了 家庭就到下去了 因此 大多数的父亲 只能逼住泪水往心里流 不能暴露自己很脆弱的一念 三 为了家庭的幸福 父亲也会跪住走路 网上有一句很励志的话 自己选择的路 跪住也要走完 作为父亲 不管选择走什么样子的路 都是拼命保护家人 努力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路 可是 并不是所有的父亲 都有一技之长 也不是所有的父亲 都是富二代 很多父亲 一辈子都是普通人 一直都做住最卑微的工作 我的父亲是四十多岁 才开始学木工手艺的 那时候 我们三姐弟都在读书 爷爷奶奶已经七八十岁了 完全没有了劳动能力 在村里 大部分的人 都是靠种地卫生 农闲的时候 很多中年人去山里荡伐木工 父亲身材矮小 去当伐木工 明显不太合适 父亲说 我去学木工吧 父亲提住一块腊肉 和一只母鸡 去了隔壁村的王大爷家里 王大爷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匠 从此 父亲成为了方圆百里 年纪最大的徒弟 当徒弟的滋味不好受 要多干活 还要少拿钱 那时候 父亲一天的工钱 大概是三元钱 父亲说 王大爷这个人 还算厚道 起码给了工钱 很多学徒工 一年都没有工钱 事实上 父亲低下头求人的时候很多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 因为家里穷 开学的时候 连学费都交不起 父亲走到校长室 说了很多好话 校长才答应让父亲 在期中考试之后 才交学费 为了买木工工具 父亲去亲戚家借钱 我的三舅舅 我的三舅舅说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一点积蓄都没有 还好意思借钱 三舅舅的话 真的很伤人 但是父亲并没有在意 依旧陪助笑脸 父亲还去城里当过农民工 他搭车去了县城 看到工地 就问要不要做小工的 父亲遭受了很多人的白眼 但是他依旧感激 收留他的工头 干活很卖力 借钱 找工作 学技术 低头求人帮忙 这时候的父亲 是那么卑微 只是他从来不会 把卑微的样子告诉谁 在儿女们心里 父亲始终是高大 坚强的形象 我们很少去理解 父亲的难处 吉少看到父亲低声下气说话 跪住求人 低头走路的时候 父亲 一边埋头苦干 一边笑着面对生活 一边说 我漠视 一边努力掩藏住什么 四 歌手陈楚生说 父亲永远是那座最踏实的山 是啊 父亲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山 可是父亲哪里有靠山呢 当你还小的时候 父亲是中年人 人到中年万事修 就是父亲的写照 当你长大成年了 父亲就变老了 老年的父亲 依旧牵挂住儿女 只是他不喜欢唠叨 不想打扰儿女 当儿女友难处的时候 父亲把买棺材版的钱都拿出来了 还觉得自己给不够多 怕儿女们说自己没有本事 每个父亲都想让儿女们过得更好一些 但是父亲也有太多的无奈 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父亲是最无依无靠的人 你就会心疼父亲 父亲活成了一座山 其实是被逼的 他不能倒下 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父亲也是有悲喜的 只是我们很难感受到 农村烧柴做饭 专家称不环保要禁止 看看农民咋说 现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住在商品房里面 早已经看不到古诗当中所说的吹烟鸟鸟 而农村地区依旧有用大造烧饭的习惯 因此也需要烧柴火 当然这种传统已经延续了上百年了 可现在空气质量大不如从前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有些人觉得不仅城市里面需要把握空气质量 就连农村里面的烧柴也成了环保当中的重要问题 甚至有专家声称应该禁止 那到底农村人是怎么想的呢 烧柴做饭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 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就是因为农村原材料充足 很多农村地区都靠着山林 自然有很多木头可以当作柴火 如果是北方地区 也可以用玉米心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需要去市面上购买 靠劳动就能得到 对农民来说是非常节省生活开支的 另一方面 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大多数是一整个大家族住在一起 如果要吃饭的话 无论是炒菜还是煮饭都需要备很多的量 由此可见 大造无异于是最适合在农村地区烧饭的 不仅烧出来的饭购 一大家族人吃 就连味道也更加美味 在农村地区污染环境的并不是做饭 而是大规模的焚烧垃圾或者是烧结梗 否则 为何农村地区的老人用了这么多年柴火 却对身体没有影响 与其担心农村里面人们用柴火做饭 还不如担心城市里的汽车尾气与过多的烧烤摊子 针对于农村地区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应该考虑的更加周到针对突出的问题 制定相应的策略 同时还要考虑到农村地区人们的习俗和未来的发展方式 毕竟 无论任何的改革与变通都是需要时间转换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况且 村里的老人日积月累用着大造 短时间内转换做饭工具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加大对于环保的宣传 让农村居民对于环保的认知 以及主动环保的意识得到加强和提升 让他们了解到过多地使用柴火炭火 又或者是焚烧之类的事情是会损伤环境的 其次我们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 研究出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的新能源 又或者是新的做饭方式 不仅要从环保的角度考虑 更要从方便农村居民生活 以及降低生活成本考虑 另外 我们要加大对于现有清洁能源 以及相关可再生资源的推广 让农村的老百姓用得放心 还要给予农村地区相应的改造补助 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过渡 农村地区烧柴火是老传统了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不能脑子里只想到一件事情 况且我们专家在发表言论之前 也应该更多地进行实地考察 这样才能有更科学和更全面的认识 在推行新方法的时候 也不能过于强硬 要考虑到农村地区有可持续的发展 才能让农村地区的古老传统和现代科学完美融合 毕竟中国一直以来的风俗也是很难很可贵的 有人说老实就是窝囊 其实这话不对 老实本是一个人善良的本性之一 真正的窝囊应该是形容人没有能力 胆小怕事 遇到挫折总是一副懦弱的样子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看起来很窝囊 而这样的人真的做事没啥能力 而且遇到一点挫折就节节败退 经过观察 我们会发现 这些窝囊的人 一看便可以知晓 因为这些窝囊的人 脸上会呈现出这几种怪象来 我们如果有其中的一两种 马上就要去改变自己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魄力哦 二 一种怪象 自卑 窝囊的人 往往是一个自卑的人 这不是看清的意思 而是一个自卑的人 他本身对自己没有信心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总是会把自己看得很低很低 甚至低到了尘埃里 这样的人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事 甚至是面对一种情感的归宿 他们都不敢表现出 敢做敢当的表现 更不要说 当他们遇到大事的时候 有一种担当的精神 这样的人 因为自卑 在人群中显得胆小 弱 而胆小懦弱的人 容易被人看清 也很难解决问题 即使遇到跟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 自己也会因为自卑 而很难挺直腰杆 渐渐渐的 自卑的人 脸上就会浮现出一种卑微 小怕式的容貌特征 而这样的容貌特征 其实就是一种窝囊地貌相了 三 二种怪象 酸臭 窝囊的人 往往都有一种酸臭气 这种酸臭气 往往跟他们的衣着打扮有关 一个窝囊的人 往往也是一个烂泥浮不上墙的人 这样的人 家里往往杂乱无章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慵懒散 造就了他们家庭的混乱不堪 这样的人 家里甚至会出现 积压飞上灶台的脏乱叉场面 时间久了 这些懒惰的人 不但家里脏乱无序 而且自身的卫生条件 衣着打扮 也会让自己变得酸臭起来 久而久之 这种生带酸臭气味的人 会让人避而远之 大家会对这懒惰的人 烂泥浮不上墙的人 不讲卫生的人 指指点点 而受到众人排斥 却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自然就会面相上 呈现出一种 唯唯诺诺的可怜样 做人自然也就憋屈窝囊了 四 三种怪象 悲苦 窝囊的人 往往也是一个 为父心词强说仇 强说仇的人 这样的人 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特别是当自己陷入落魄 甚至是落难的境地的时候 在他们脸上 更多的是一种害怕 悲苦 自暴自弃的神色 这样的人 在遭遇人生的困境 包括遇到感情的不如意 都不会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面对 相反 他们更喜欢以一种怨妇的口吻 去找人诉苦 甚至会把自己的过错 强加在他人的身上 这样的人 总是常常搭拉着一张苦瓜脸 和人交流 也是一副阴云密布的样子 这样的人 久而久之 就会在自己的貌相上 呈现出一种悲苦的窝囊样 和这样的人交往 我们很难会得到快乐和正能量 我们还是避而远之吧 五 四种怪象 娘气 窝囊的男人 总是缺少阳刚之气 这样的人 在自己的身上 更多的是 呈现出一种阴柔的气息 他们和人交往 喜欢阴阳怪气 而且总是以弱者自居 和这样的男人交往 男人会觉得恶心 觉得对方有病 而女人 也看不起这样说话 娘娘腔的男人 可以说 一个娘气太重的男人 其实也是自己 在精神世界的某个方面 有病的男人 一个说话喜欢娘娘腔 做事总是慢三拍 和人交往 总喜欢斤斤计较 叙叙叨叨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娘气太重的人 时间久了 这些娘气太重的人 就会在自己的貌相上 呈现出一种搅柔造作 无病呻吟的样子来 而这样的貌相特征 其实也是一种窝囊的特征啊 朋友们 一个窝囊的人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貌相上 一看便知 具有以上四种特征的人 往往就是一个窝囊的人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其中的某一种特征呢 如果有 那赶紧就该改正了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阳光 极向上的人 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自卑 臭 苦 气的窝囊人哦 大家说 是这样的吗 谢谢大家了 你早晚会明白 婚姻的本质 只有两个字 一 婚姻是连接两个人的桥梁 代表的是两个人的情感和利益 都紧紧地被联系在了一起 林语堂说 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 看你怎样去欣赏它 又怎样去驾驶它 有些人的婚姻 呈现出想好好和爱人过日子 却过不下去了 想离婚 却又不忍心 离不了 婚姻就像是空壳 爱情早已无影无踪 其实 在这世间 好的婚姻 都是靠经营而来的 只是 许多夫妻认为 婚姻的本质是付出 亦或者是讨好 其实 并非如此 婚姻 长久得以发展 来自于欣赏 彼此之间 能感知到爱人身上的光 能看到他的优点 从心底是欣赏他的 夫妻之间 有欣赏 爱才能得以生动 才能细水长流 你早晚会明白 婚姻的本质 只有两个字 欣赏 二 欣赏 是吸引力的来源 列夫 托尔斯泰说 婚姻必须首先 出于依恋之情 如果您愿意 也可以说是出于爱情 如果有了这种感情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婚姻才可能 说是神圣的 真正相爱的夫妻 彼此之间相互欣赏 就像是各自 带着一块巨大的磁铁 不断吸引着 对方的靠近 电视剧 姗姗来了 风月和颜青 他们是一对 非常相爱的夫妻 两个人在一起吃饭 风月嘴里 会有很多碎碎念 而颜青总是 温柔地听她讲 并且微笑着附和 颜青觉得 风月脾气性格好 是风家小姐 漂亮迷人 大气婉约 她能为她生儿育女 一心一意爱她 让她感到人生很满足 而风月觉得 颜青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帅气 有能力 还有身世风度 做事体贴 总是能顾全大局 对于她而言 这是最合适的伴侣 正是因为 懂得互相信赏 才让彼此之间 充满了吸引力 好的婚姻里 夫妻两个人 懂得相互欣赏 彼此都觉得 能找到这样的伴侣 是今生最大的福气 从心底懂得珍惜 心甘情愿为爱人付出 婚姻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三 学会欣赏 是经营爱情的方式 人生路上 很多人的婚姻 越经营越糟糕 就是在恋爱的滤镜破碎之后 没有办法正视爱人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 也会有一些小癖好 只要不伤大雅 没有必要限制对方的自由 更不需要有改变对方的念头 好的婚姻 需要学会互相欣赏 要学会尊重爱人的习惯与喜好 多想一想爱人的优点 学会欣赏 是经营婚姻和爱情 最好的方式 可能 爱人相貌平平 但是内心十分的温柔细腻 对你有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可能爱人脾气有些急 但他出发点都是好的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爱人 任何人都会有优缺点 想要经营好感情 就要懂得看对方好的那一面 与其抱怨爱人做得不够好 互相指责 让夫妻离心 不如耐下心来 学会欣赏 接受 会发现彼此身上的所有的小缺点 都会变得可爱 四 提升自己 增加个人魅力值经营好婚姻 是有前提的 那便是 先经营好自己 人 只有先提升自己 增加个人魅力值 才能让爱人对他产生源源不断的吸引 才能从心底一次又一次地爱上他 有的夫妻 在经营婚姻时 过分付出与讨好 以为只要对爱人多付出一点 他就会更加爱他 其实并非如此 爱意是来自于欣赏力 爱人对你越欣赏 他就会越爱你 所以 在经营婚姻之前 请让自己保持不断的学习与蜕变 让自身富有内涵 人生充满情趣 不断地完善塑造自我 不要以为进入到了婚姻 就不必再关注个人的形象 经营好自己 你才会光芒万丈 让你的爱人更加爱你 同时 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对于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对于经营婚姻 会成为很好的助力 善于经营婚姻者 往往不会忽略了经营自己 自身越有魅力 爱人就会越爱你 婚姻就会越稳固 五 总结 简爱里有这样一段话 爱是一场博弈 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 势均力敌 才能长此以往地相依相惜 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倦 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 两个人在经营感情的过程中 如果想维持感情的温度 就要彼此信任相互欣赏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挑剔爱人的缺点 常常吵架和冷战 那么感情会消耗得很快 想要经营好婚姻 不要总把目光放到爱人身上 而是要从自身出发 从实际出发 不断地强大内心 改变自我 心胸开阔一些 突破自我的瓶颈 让自身有更绚烂的光芒 在经营婚姻生活时 请学会好好经营自己 提升自己 当你越有魅力值 你会发现 经营好婚姻其实并不难 男人对你动情的显著特征 三转变 常有人说 爱情如同食物一样有保质期 在美味可口的食物 一旦变质就失去了价值 如同珍珠沦为榆木 爱情并非一成不变 与其一件爱情 比做成没有生命的食物 不如说它是一颗神奇的种子 能够随着人的情感而发芽 生长最后落叶归根 爱情无法一蹴而就 如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不可能一瞬间 爱得如痴如狂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本质上是一场情感互换 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 最后产生相爱 彼此的爱情少不了时间来发酵 爱情会让人改变自己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 男人对女人的动情程度 从他的态度中就能窥见一斑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人对于自己越在意的东西 往往情绪波动越大 如同人际交往中提到的亲疏远近 谁都会更在意自己亲近的人 在爱情中 男人动情后的态度会十分明显 女人稍加留心 就能看出对方的转变 一、男人有了喜欢的人 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温柔古人云 和一百炼钢 化为绕纸柔 男人倘若陷入爱情之中 在坚硬如铁的心 也会有柔情似水的时候 如同爱上特种兵里的 男主角梁穆泽 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战士 性格十分直爽 但他前妻和女主角夏初相处时 却没有半点身世风度 仿佛不知温柔礼让为何物 夏初作为军医职责 便是治病救人 在一次恐怖袭击中 他出于救人的好心 意外导致梁穆泽的队友受伤 虽然说当时情况瞬息万变 但是梁穆泽依旧认为是夏初的冒失 导致队友受伤 两人不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甚至还当众用衣服 将他捆绑在了柱子上 后来夏初主动帮忙给梁穆泽 好兄弟的儿子看病 两人也不再针锋相对 反而慢慢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男人一旦对女人动心 可能在自己还未察觉的时候 态度就会不知不觉发生改变 夏初意外跌落山坡受伤 梁穆泽主动要求给他包扎伤口 甚至连纱布都被包扎成了爱心的形状 无形之中流露出了他的温柔和爱意 爱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温柔相待 男人正是因为心中在意 才会用最好的态度对待你 从漠不关心到温柔细心 并不是男人性格多变 而是他在学着如何给予你最好的爱 二、喜欢是肆意放纵 爱你的男人会学会克制在电视剧《北折南园》中 于颂扬和暴雪的爱情分分合合 最终能够成功相守非常不易 爱情中难免有争吵和矛盾 但是总有一个人要先认错 于颂扬就心甘情愿地在爱情中妥协 因为他彻底地对暴雪情根深重 所以才会放下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心 主动认错挽回两人的感情 于颂扬的业余爱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喜欢在深渊边上玩丹板滑雪 在绝壁上面徒手攀岩 他的好兄弟在摔下悬崖的时候交代一言 宋阳替我征服他 于是他为了完成好兄弟的遗愿 多次不顾危险尝试攀岩 后来 暴雪了解到攀岩的危险性后 要求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 不要再拿生命去追求刺激 两人为此险些彻底分手 好在经历了重重波折之后 彼此还是和好如初 于颂扬不忍心让女朋友为自己担惊受怕 最终放弃了攀岩 男人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随心而为 为了自己的喜好不顾一切 但是有了欣赏人之后 便无法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男人真正喜欢一个人 必定不舍得让自己的放纵伤害对方 而是会克制自己的言行举止 努力给对方创造未来 有人说 喜欢是放纵 爱是克制 如同你喜欢一朵花会毫不犹豫将它摘下 让自己感受到快乐和满足 而不会顾及花朵生命的消逝 当你爱上一朵花的时候 哪怕心里再想将其据为己有 也会始终遵守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的原则 在不伤害它的前提下 为其浇水施肥 精心养护 爱情何尝不是如此 正如石铁生所说 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 随之而来的念头是 战友 爱 则多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 其实是盼望他好以致非常好 随之而得的激励是 愿付出 唯有彻底爱上一个人 才会甘之若素地付出自己的所有 以求能够给予对方幸福 三 男人彻底动情后 只会害怕给你的太少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中揭露了男女之间很现实的问题 当一个人金钱不足以支撑爱情时 两人的感情会何去何从 杨阳饰演的于途是一位航天设计师 这份职业是荣耀 也是他毕生追求的梦想 他为这份职业而骄傲 但这也让他无法拿出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爱情和陪伴家人 迪丽热巴饰演的乔晶晶是一个大明星 他从高中开始就暗恋着于途 两人多年后相遇 他再次鼓起勇气对于途表白心意 但还是惨遭拒绝 于途并非不爱乔晶晶 而是这份爱太过深沉 让他不敢轻易说出口 两人的经济收入不对等 于途甚至连家人生病 都不能给予最好的医疗条件 他心知自己工作性质特殊 少有时间和精力陪伴爱人 甚至也给不了对方更好的未来 于果曾说 真爱的第一个征兆 在男人身上是胆怯 男人看似无坚不摧 其实他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变得患得患失 害怕能够给对方的太少 不足以负担起他往后余生的幸福 又害怕失去了对方之后 久久陷入到痛彻心扉的情绪中 不能自拔 有时候 有时候男人看似瞻前顾后的态度下 实则藏着的是一片真心 这一生遇见真爱本就难得 希望每个人懂得珍惜爱自己的人 不辜负他人的真心 不错过自己的爱情 私人若彩虹 欲上方之友 愿 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你爱的人不爱你了 别伤心 记住莫言的一句话就赢了 当一个人不爱你了 你以为这考验的是你对这段感情的坚定 其实真正考验的 是你做人的格局 要知道 爱与不爱都是极其正常的 爱一个人可以没有理由 只是在某一个瞬间被深深吸引 而不爱一个人同样也没有理由 只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没有感觉了 没有兴趣了 你说他善变也好 说他人品差 不负责任也好 不管怎样 都改变不了他不爱你了这样一个事实 真正有格局的女人 不会因为男人不爱自己了 而开始自我否定 而是坦然接受 潇洒放手 而后继续往前走 毕竟人生辽阔 还有很多真正值得的事情要做 还有很多有趣且值得爱的人 等着我们去遇见 只是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伤神 而停滞不前 格局太小了 如果你依然放不下 不妨记住 莫言在《檀香行》里说过的一句话 世间是 最继十全十美 你看那天上的月亮 一旦圆满了 很快就要亏欠 树上的果子一旦成熟了 很快就要坠落 凡事稍留欠缺 才能持恒 这段话旨在告诉我们 十全十美 未必是人生最好的结局和状态 适当地留点遗憾 反倒更有怀念的空间 如果你能悟透这一点 那么爱情里的遗憾 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 他不爱你了 那就不爱吧 你的人生不会因为 某一个人的爱或不爱 而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能决定你的人生的 只有你自己 没必要在意他人 一 学会告别 把他忘记 你才能遇见 更好的自己爱情 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它让人感到幸福 假若这段感情留下的余味 对你来说只有苦涩 那么忘了它 才是对你们这段爱情 最好的尊重 有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 最值得留住的 是那个深情 又不计得失的自己 爱情的意义 不是让你用于生去缅怀 而是让你可以从这段爱情中 汲取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 在一起时彼此相爱过 这段感情 就会是你心底最坚韧的护甲 可若分开后你不能抽身 护甲也会变成高强 挡住你遇见另一个更好的自己 何以生肖末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遇到过你之后 其他人都成了将就 可是人生不是电视剧 求而不得才是常态 二 把它还给人海 继续往前走 续写新的精彩 林青玄说 晴天是爱情 雨天是爱雨 人生走到哪一步 就从哪一步开始 这段爱情结束了 潇洒转身 把它留在回忆里 尘尘过往 不再提起 去写新的篇章 在人海里相遇的人 终究要还给人海 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一个过客 你总会有下一段精彩 人生辽阔 你的眼里不能永远只有爱与被爱 这世上还有那么多可能性 等你去发掘 还有崭新的自己等你开启 婚姻不是爱情的归宿 也不是衡量爱情的标持 相爱的两个人无法走入婚姻 只是因为你们情深远浅 不要因为错过了爱人 而丧失了取爱的能力和勇气 也不要因为上一段爱情 而把自己困在原地 我们所爱的 常常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爱情本身 学会遗忘 学会豁达 学会在爱中汲取勇气 飞鸟与鱼不同路 从此山水不相逢 在互相遗忘中 成全了爱情的体面 跃入人海 各奔前程 这才是相爱的意义